有台車要翻過一座山 上山下山各1英里 上山時速每小時15英里 下山得開多快 才能讓平均速度達到每小時30英里呢 答案好像是45英里嗎 恭喜你接近愛因斯坦思考了 只是愛因斯坦也答錯啦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速感實驗室 今天跟大家聊聊區間測速 這個從去年到現在就鬧得沸沸揚揚的話題 究竟什麼是區間測速呢 簡單來說就是 在道路的兩點裝檢測器 計算車輛經過這個區段的平均速率 如果超速就開發單 所以其實是一個數學問題 在詳細說區間測速之前 我們現在聊聊一個很經典的 剛剛那個愛因斯坦都答錯的數學題目 據說某天愛因斯坦收到好朋友 新的學家魏特莫的信 信中問他 有一輛老爺的車在1英里的山路上往返 上山速度是每小時15英里 那請問愛因斯坦啦 下山得開多快 才能讓平均速度達到每小時30英里呢 一般人可能直接會想 上山時速15英里 那下山就是時速45英里 平均起來就是30英里啦 可是真的算起來 你就會發現 車輛車根本到不了30英里 而當時已經拿到諾貝爾物理獎 發表1.MC平方公式的愛因斯坦 也是一樣得要真的去算了 才發現哇自己中計了 正確的算法 速率會等於走過的路徑長除以時間 平均時速30英里 相當於每分鐘走0.5英里 上山下山總計2英里的路程 只能夠花4分鐘就要走完 但這台老爺車上山的時速是15英里 相當於每分鐘0.25英里 光是上完山1英里的路程 就花了它4分鐘 根本沒有在多的時間讓它下山了 知道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區間速率就是在監測 駕駛人在一定的路段中平均速率是多少 如果這個平均速率大於法定的標準 那BB1就足以證明駕駛人 一定在某一瞬間有超速 不需要拍下超速的那瞬間 駕駛人就會收到划單貢獻給國庫 柯南的第一部電影影爆摩天龍舟 一場經典的戲碼 也和區間測速的觀念有關係 當時犯人說炸彈會裝在某個地方 也恐嚇 不能讓列車的時速低於每小時60公里 否則炸彈就會爆炸 而如果遲遲不但它的要求 太陽下山之後炸彈也會爆炸 透過這兩線索 柯南就推理出炸彈不是裝在列車上 而是裝在鐵軌之間 還是有感光機制 只要炸彈的感光裝置在13秒內沒有照到光 炸彈就會爆炸 列車必須開得夠快 讓光遮住的時間少於13秒內 才能平安無事 所以當列車開得太慢 或甚至停下來的時候 就會導致炸彈引爆 而這個跟區間測速有異曲同工之妙 有興趣的人可以根據上面這些數據算算看 列車長度是多少 區間測速的路段 兩端會設置感測器 記錄進入和離開的時間 如果相檢的秒數小於定定的標準 就代表超速 例如北宜公路的第一區間測速路段來說 從19公里到23公里左右 總長約4公里 這裡的限速都是40公里 60分鐘40公里 換算起來是4公里得花6分鐘以上才行 如果通過時間低於6分鐘 那就是超速會被開罰單 這樣聽起來好像還不錯啊 透過科技的執法 駕駛人就算想要心算有沒有超速 也不太容易 只能慢慢的開 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不是很好嗎 怎麼會引起各種爭議呢 反對這裡的第一個論點是 機器會出錯 因為在2020年 彰化西濱路段的區間測速 總共開出了1000多張罰單 可是後來許多民眾 根據自己的行車記錄去顯示 明明沒有開那麼快 卻被開罰單了 所以一瞭解之下 才發現的確少算了一些時間 因此這1000多張的罰單全部撤銷 該段的區間測速也一度停止 反對陣營的第二個論點是 會不會有矯枉過正的問題呢 以總長58公里的北宜公路上 未來規劃共有8段區間測速 限速都是40公里 用很低的限速來規範 的確能夠有效降低事故率 可是基本上限速的高低 就是一個出示率跟道路使用率之間的取捨 完全不限速或是限速很高 比方說時速60 70公里 就很可能會造成很多的意外 絕對是不可行的 但限速很低 會不會讓用路人因此不方便 這也是可以討論的地方 比方說我們舉個很極端的例子 如果今天全部所有人都不行 那一定超級安全 可大家絕對都不會同意 因為這樣的道路使用效率太低了 所以關鍵並不在於限速 而是在於限速是多少 那又如果限速不定在40公里 該定多少呢 立委秋顯智曾經提出一個 參考自由車速的概念 自由車速是指 車流量不高的時候 駕駛可以隨心所欲 有些人會開快一點 有些人會開慢一點 大家都不一樣 這呈現常態分佈 那如果把車速換成百分位 也就是PR值來表示的話 有研究發現 限速定在PR值85%左右 是事故的最低點 當然啊 這有非常非常多因素可以考量 沒有這麼單純 我們這邊只講一個大概 主要想表達的就是 限速的定定 其實是個非常專業的科學議題 最後呢 數感誰是想要提供一個 充滿趣味的解決方案 測速相機樂透 以正常速度 通過某路段的車輛 都可以獲得抽樂透的機會 這個樂透的獎金池 則是來自於這個路段的超速發款 瑞典政府曾經在首都斯德哥爾摩 測試過 發現真的有效 平均車速有效下降了兩成 這比起單純的壓低限速 測速相機樂透 好玩 又可以安全的讓駕駛降低車速 讓遵守限速變成一個遊戲 變成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像我們數感實驗室 致力於讓大家有趣的理解數學一樣 喜歡看到我們用數學解析 各種生活議題的朋友 記得訂閱數感實驗室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給 所有有在騎車開車的朋友 數感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拜拜